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美洲360 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 上个星期发生在我国的车坛大小事 而且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来看一下 这些新闻有哪些吧 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莲花最后的内燃机跑车 Rotus的Amyra即将登陆我国 预售价 45 万 不包含水舞 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品牌很熟悉 因为它曾经在我国的国产车 Proton 的集团旗下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2017 年的时候才正式被分割出来 新老板拼命的投入资金在这个跑车品牌上面 让他们焕发了新生 而在之前他们也发表了 品牌最后一款纯内燃机跑车 Amyra 这款车是有史以来最豪华的莲花 因为它在外观跟内装的设计上面 都采用了非常奢华的元素 因为以前的Rotus 你开起来的话它真的就是一个驾驶机器 它并不会给你奢华的配备 可是在这个新款的跑车上面 像是数位化仪表啊 Atas 的安全配备 还有这种皮革座椅等等 它都给了你 重点是它看起来完全不逊色于Porsche这样的品牌 所以它确实焕发了新生 而这款车根据之前本地的代理商表示呢 它也即将来到我国了 而来到我国的版本采用是2.0公升的涡轮震压引擎 并且由AMG 提供 预售价是45万令吉 但是这个售价是不包含税务的 大家猜猜看 如果包含了税务之后 这款车要卖多少钱 第二个新闻 对于一些机箱购入日系V-Segment的消费者来说 是件好事 因为 Honda 在不久前宣布 本地的 Honda City 推出了一个新的车型 叫做 V-Sensing 它主要采用的是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它却拥有 RX 版本才有的 Honda Sensing 安全配备 例如说包含了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但是没有 Stop and Go 还有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维持辅助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的功能 以目前的 V-Segment 实弹来说 它的安全配备应该是最丰富了 重点是它的售价大概是9万令吉左右 比起之前的 1.5 V 版本大概是起了 4,000 块 大家觉得这一个 V-Sensing 加了那么多的配备 卖你 9 万块值不值得呢? 第三只新闻还是跟 Honda 有关 它就是 Honda 的 HR-V 在泰国发布了 其实我们走到东南亚的日系车基地 大部分都是在泰国 所以泰国发布了什么新车之后 很快的就会轮到我国 印尼 还有其他的东南亚市场 现在原厂正式在泰国发布了这个全新一代的 HR-V 就代表着我国可能会在明年看到这一款车 在泰国版本的这个 HR-V 跟这个日本版本非常类似 因为它们采用的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搭配电动机 最大马力是 130 EPS 峰值扭力为 253 Nm 可以看出这个新一代的 HR-V 主要是主打低排跟低油耗 至于在外观的设计方面 它同样也有非常多的改进 关于 HR-V 的介绍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 如果大家想看详细的 HR-V 介绍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 根据之前印尼媒体的爆料 这款车除了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1.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之外 还会有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那么马来西亚版本会不会也有涡轮增压引擎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星期要讲的最后一则消息 我觉得算是蛮重磅的消息 那就是有一些销售员透露 全新一代的 Mercedes-Benz C-Class 即将登陆我国 它的预售价是 26 万起跳 我们都知道这个 Mercedes-Benz 新一代的 C-Class 在海外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 但是马来西亚市场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直延迟到现在都还看不到 不过据悉这款车即将以 C-KD 的方式在我国登陆 不过售价方面会比起目前的 C-Class 稍微调长一点点 我个人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这款车的价位主要还是要跟这个 A-Class 的弹 C-KD 拉开一些差距 不过这款车我相信发布之后会受到很多本地消费者的青睐 因为它的内装设计真的非常的有科技感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 在国外分别是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以及 2.0 公升的高功率涡轮增压引擎 我们相信马来西亚版本这两个引擎都会引进 那么大家对这一个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版本比较有信心 还是对这个 2.0 公升的版本比较有信心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美洲360 的内容 因为我们现在尝试把内容精简 所以这期的视频可能会比较短一些 大家对这个新风格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给我们你的意见 好啦 最后就是不要忘记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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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